那先提醒大家因为进入梅雨旺盛期了 明天开始呢一整个礼拜全台可能都要盛防剧烈的天气 详细内容先教委资政记者陈向如 好的各位观众带大家来看一下本周呢是梅雨的旺盛期 因此呢要注意剧烈的天后变化 带大家来看一下周围跟周三的时候 随着封面的影响雨势会增加 而到了礼拜四的时候呢封面难移 于是呢雨势会趋缓 但是呢要注意午后会有较大的雷震雨 再来到了礼拜五礼拜六的时候呢 随着封面的影响雨量呢又会增加 到了礼拜天的时候呢 随着封面北移雨势呢就会趋缓了 那么再带大家来看一下呢 那就是随着滞留封面的徘徊 容易下起了震雨或者是雷雨 而至于中南部的民众的话呢 随着降雨的增加要留意防灾资讯 而礼拜三的时候呢来看一下中南部的雨势呢 是比较明显的 反倒是北部比较不稳定哦 周四到周六的时候呢 随着滞留封面的北移雨势呢 就会开始变得比较剧烈了 因此提醒您 周四到下周一的时候呢 要注意剧烈的天气及豪雨 所带来的灾害 好 这是国际焦点来关注的 就是乌克兰大反攻 在乌东跟乌南都传回了捷报 总计夺回了四座村庄 而今天呢刚好是俄罗斯的国庆日 总统普京晚间坦承 俄罗斯正进入艰困时刻 目前看起来乌克兰是 有计划性的反攻 利用巴赫姆特机站 牵制俄军的布局 再从其他的地方 多点进行反攻 装甲车直接深入俄军防线 近距离战斗 在装甲车的火力掩护下 乌军第一突击旅的士兵 直冲巴赫姆特前线 瞬间两军爆发激烈枪战 乌军急忙找数从掩护 再换监射式火箭炮作战 尽管乌克兰对反攻进度 大打太急 但在巴赫姆特 近距离的对决没少过 和空中攻击相互掩护 地面部队火力支援 乌克兰至今还待在巴赫姆特 还没有轻言放弃 公布影片声称消灭的是 俄军第57机械化步兵旅 乌克兰还待在巴赫姆特 专家就分析 这也是反攻战术的一环 利用巴赫姆特拖延俄军 就连外围小镇查西夫雅尔 都还是重兵密布 查西夫雅尔的外围 已经布满密密麻麻的 反坦克路障 严防俄军再往西推进 就是要把战场范围锁死 而这里所剩不多的军民 看到还有乌军在 索性也不撤了 他们期待的是 乌克兰能一举大反攻 直接保住家园 现在看来确实有希望 炸掉俄军坦克 还在乌东乌南收复尸土 乌军第68列兵旅 在盾内刺客闪电作战 收复三座村庄 重新高挂乌克兰蓝黄国旗 这看似平静的一刻 乌克兰却已经推陈布局 奋战好几个月 现在多点开花 紧接在盾内刺客后 在奥德萨也传来捷报 乌军在清晨五点成功突袭 接连击退俄军 这位反攻第一枪先取得初步成功 尽管有退役美军将领分析 反攻的主战场仍在乌南 但是乌克兰显然不想要外界说太多 不是画面坏掉 而是真的没声音 乌克兰军情局长亲自上阵 要大家沉默示惊 对反攻有多保密就代表有多重要 就怕有猪队有爆雷 坏了反攻大计 而正当乌克兰反攻之际 俄罗斯还在闹内讧 瓦格纳佣兵团今天强硬的表态 拒绝跟俄罗斯军方签约 不愿意再帮俄罗斯打仗了 而俄罗斯国防部则是转而 跟车臣的特种部队签下新的合约 另外反普钦的民兵公布一段影片 被俘虏的俄国士兵对着镜头说 他们不想回到俄罗斯 西洋西下俄军自杀无人机 在空中盘旋寻找攻击目标 只见无人机加速俯冲 炸毁军用卡车 正当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正式反攻开打之际 俄罗斯国防部也忙着剖片 宣称阻挡了乌军的反攻 美国官员告诉CNN 那乌克兰兵是正面向俄罗斯的反攻 俄罗斯声称摧毁多辆爆士坦克和布莱德雷战车 俄国防部还特地表扬有功的士兵 同一时间黑海也不平静 这回是乌军派出六艘无人艇突袭 第二国侦察舰 但俄罗斯声称将乌克兰无人艇全数摧毁 没有酿成损失 CNN记者在扎波罗瑞感受战火升温 因为现在物资运送变得困难重重 炮神笼笼之下 还是有老人家不愿意顺利 只呼吁年轻人自己注意安全 周日俄乌在展开新一波换服 只是同样是获释反加 却有俄军陷入两难 在俄国境内发起攻势的俄罗斯志愿军 故意剖出这段影片 一名年轻的俄军举手说 不想回俄罗斯 说是怕回国后遭到瓦格纳清算 近日瓦格纳和俄军高层内斗加剧 俄国国防部提出 瓦格纳佣兵团得在7月1号前 完成和政府清理的方案 不料瓦格纳领受气道直接拒绝 理由是不信任俄军高层的实力 道士和普钦交好的车臣特种部队 据报已经乖乖签约 乌克兰研判俄罗斯战力告急 只能越来越依赖无人机攻势 俄罗斯经常做是使用德尼泊尔 从南到南到南 俄罗斯在夜晚飞机 这些无人机摸黑行动 企图消耗乌军防空系统 目前各界还在调查炸水坝元凶 不过这场灾难已经波及克里米亚 当地的运河部分陷入干涸 赫尔松则有西瓜田整个被烟 美国前防长分析俄乌战今年就是关键 如果乌军这次达不出重大反攻成果 俄军恐怕以脱带变 这场战争将会内外没了 电新闻综合报道 好 现在的浪潮是去美元化持续 英国媒体就引述报道指出 美元主岛的地位将会终结 而接下来将会是人民币上位的年代 再请上路大门了解 带大家来看一下俄罗斯外贸银行的CEO 他最近就表示说 美元主岛地位的漫长历史时代 即将要迎来结束 最主要有两点原因 第一的话是乌俄战争 第二的话就是美债的上限受到了争论 因此他认为美元要重新受到了审视 同时的话俄罗斯外贸银行的CEO 他还表示说 大陆是时候要取消货币限制 否则的话很难成为了第一大的经济体 同时的话他还说 俄罗斯的外贸银行正在讨论 当他们跟第三国结算的时候 要使用人民币 同时的话他还说 世界正处于场比冷战更危险的热战 好那其实我们都知道 在20世纪初的时候 美元取代的英镑成为了全球储备货币以来 它的主导地位非常的强势 但是自从乌俄战争以来的话 现在的话 这个美元的地位迅速的下滑 而欧元的话 它作为全球的储备货币的话 份额上涨了大约5个百分点 而至于中国大陆的人民币值得观察的是 即便俄罗斯的卢布兑换人民币 他们的贸易额增长了80倍 但是现在看来人民币 它作为全球的储备货币 地位上面好像没有明显的提升 再来看北约在今天展开了 史上规模最大的空中军演 叫空中卫士 25国先进战机 在德国荷兰还有捷克相继升空 还不是北约成员国的瑞典 跟日本也都加入了演习 北约似乎是想要警告俄罗斯 如果战场扩大到乌克兰以外的区域 这些盟国有可能在短时间之内 是可以快速集结兵力的 不过乌克兰想要加盟 却还是碰了软钉子 德国龙卷风战机呼啸而过 没多久土耳其的F16战机也升空 德国北部空军基地 就像上演全明星战机总动员 北约史上最大规模的空中军演 空中卫士2023正式登场 参与的250架战机中 有一半都是美国空军国民兵的飞机 值得注意的是 目前还没加入北约的瑞典 以及非成员国的日本 也都参加这次演习 主要演习地点 集中在德国空军基地 有必要的话 还可能到荷兰与捷克 甚至会飞到与乌克兰接壤的罗马尼亚 临近俄罗斯的捷克 以地训练 尽管都不名讲 但这把剑指向谁 不言而喻 不只美国可能出动坦克 欧洲国家也可能提供其他重型武器 如果展现出北约国家与盟友 能在最短时间集结的能力 就能对俄罗斯产生威吓 苏拉姆斯丁 俄罗斯几乎和北约同一时间 也在波罗的海 以及太平洋举行海上军演 俄罗斯是有能力从东西两线来应对 美国对于俄罗斯的战略围堵 波罗的海的俄国舰队 出动40艘舰艇和25架军机 共计3500人参加军演 在太平洋演习规模更大 预计有60艘战舰 30架军机 11000人参加演习 俄罗斯提醒美国的盟友伙伴 如果配合美国的目标 意味着更大的战争的风险 意味着可能会成为美国的炮灰 俄国副参谋总长也宣布扩军 包括一个混合兵种军团 陆海空三军也要增加人力 并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 都设立军区 做好和北约长期抗战的准备 掩开西方与俄罗斯 火药味越来越浓 北约成员国也出现反战声音 示威者担心 即将进行的北约军演 对外释放出错误信号 可能导致俄乌冲突进一步升级 示威者呼吁德国政府 应该尽一切努力 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俄乌冲突 而不是进行军备竞赛 不过对于北约军演的武器 乌克兰可是大大欢迎 就像这款捷克的防空系统 还有英国送来的金粮坦克 周末前往乌克兰访问的 加拿大总理杜鲁道也送上大礼包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也针对大反攻 做出明显表态 但乌克兰最想要的恐怕还是 是只有西方盟友才能给的永久承诺 北约预计7月举行峰会讨论乌克兰加入程序 乌克兰副防长乐观表示 有很大机会能得偿所愿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访订阅咱雅